马来西亚政府从2020年3月18日到4月14日 实施封锁管制或区域性管制 但显然还是有居民违反这个政策 他们离家外出 结果遭警察逮捕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槟城一位男子和他朋友在外面闲晃时 被警察逮到 为了避免被逮捕 他竟然跳进海里 3月28日下午 在被警察追捕前 一名20多岁的男子和他朋友 在一个码头的钓鱼屋里聊天 当警察叫他回家时 这位男子立即跳进海里 游到50公尺远的地方 即使警察劝他游回岸边 他也不游回来 因为警察担心这位男性游太远 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决定不再劝他 但警察逮捕了他的13个朋友 这位男性的朋友表示 他是一位弱智者 因为他很害怕 所以才会跑掉 根据新报报道 这位男性最后游回岸上 马来西亚政府警告民众 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管制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的统计资料 马来西亚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为2766例 死亡人数43人 vad种啊 då 马来西亚卫生部的统计资料 和巩瘦一起码 在 ink武装上